天就暖氣 夏天冷氣 日常家電天天用 夏天冬天 特別耗電的莫過於冷氣和暖爐 儘管經濟部拍板轉電價 但一般民眾的民生用電 不太有影響 拿出夏季 冬季電費單 明顯夏天兩個月的用電量 真的多了一倍 但也達不到漲價門檻 民生用電每個月700度以下的 都不會調漲電價 九成用戶不受影響 700度以上才會漲3% 千度以上的大戶漲幅10% 國際情勢所逼 但臺灣繼續沈 根據台電資料 看看2020年到2022年 各國住宅電價變動情況 臺灣僅有2% 鄰近國家 韓國 日本 各漲20%到30% 美國19% 英國則是73% 國際的燃料成本大漲 每個國家 甚至包括你有使用 很多核電的國家 像法國跟韓國 電力公司也虧損很多 電價漲的也比臺灣多 臺電若不調漲電價 去年和今年 核計累計 虧損恐達5400億元 電價調整後 臺電預估到年底 肯增加600億元的電費收入 希望在臺電的全年虧損 壓在1000億元以內 希望共渡這一波全球性燃料價格 飆漲風暴 三天新聞 總統